妈,你怎么胖了那么多,肚子都鼓起来了?这不是胖,妈肚子里的是你未来的弟弟。母亲抚摸着肚子,49岁已经爬上皱纹的脸上满是幸福。什么?哪里来的弟弟?难道是继父他?我的震惊难以言喻,然而下一秒,继父从屋内走了出来,看着那张面孔,我差点没晕过去。 从小,我和母亲就被村里人称为一对苦瓜,她的日子苦,生下个闺女更苦。母亲父母早亡,在18岁上就被哥嫂家像是甩包袱一样嫁给了腿脚残疾的父亲。父亲截然一身,家里只有两间草房七身,靠着种几亩薄田,养一些家禽为生,日子过得也很艰难。 她拼尽全力娶回来的老婆,自然往死里折磨,把家庭的贫苦全部怪罪在这个害她花光积蓄的女人身上。 你不就是我买来的牛马吗?任我骑来任我打。她拖着一条瘸腿,追得母亲满院子跑,一根扁单甩起来如行云流水。 村里的男人大多是利严,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娘嫁人撑腰,没有嫁妆,在婆嫁日子是很艰难的。 母亲被打得狠了,也会跑回十多里外的哥哥嫂子家,但是通常都会吃壁门羹。 哥哥,那个男人要打死我了,求求你,让我回家吧。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,你已经不是我们家人了,还说什么? 舅妈瞪着三角眼,双手插腰非常凶悍,她连一杯水都不肯施舍给母亲,就这样又把她赶回来。 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,母亲身上被打得没一块好地方,她学会了逃跑,就在她做好所有准备,努力通过绣花攒钱,攒购去城里打工的车费。 打算一走了之的时候,事情出现了变故,她怀孕了,一个小生命正在她的肚子里缓慢生长着。 抚摸着小腹,母亲的心变得柔软,她终于知道村里那些有了孩子的女人是被什么拴住的了。 你真是个宝贝,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,再也不动你一根手指头了。 我爹欣喜若狂,他破天荒地对母亲温柔起来,也不动手了,更不敢让他干重活,整天好生伺候着。 这一切让母亲有了一个幻觉,只要好好生下孩子,日子就有了盼头。 他把父亲对他短暂地友善和照顾,看作是人生的转折,生下孩子后,一切都会变好的。 然而,命运并没有眷顾可怜的他,十月怀胎,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初夏,我出生了。 怎么是个女孩?赔钱货,快扔了。 父亲垫着一瘸一拐的步伐,走进病房。 只看了我一眼,就暴跳如雷。 花那么多钱娶你回来,就生这么个玩意儿,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 她一把扯过母亲的头发,把她从床上一把薅到地上,然后挤大脚踩了上去。 刚刚生产完还很虚弱的母亲,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 你这大男人怎么回事? 重男轻女还打人,我们要报110了。 同病房的产妇家属看不过去了,叫来了医生和护士,大家七嘴八舌地指责父亲。 那么漂亮的小姑娘你还不想要,多少人想生还生不出来呢? 你这人真是愚昧。 父亲在一边抽闷烟,哀声叹气,我母亲知道,她这一定是要搞事情了。 果然,当天深夜,她趁着母亲睡觉,把我悄悄地抱了起来,往厕所走去。 听到动静的母亲挣扎着从床上爬了起来,一边呼喊,一边跌跌撞撞往厕所的方向爬。 都说为母则刚,刀口几乎裂开的母亲硬是爬了十几米远,最终爬到厕所,我已经被父亲大头朝下准备溺死。 求求你,放过我的女儿,你杀了我吧。 母亲声泪俱下地抱着父亲的腿,闻讯赶来的医生见此情形,立马叫来了警察。 由于干预及时,我并无大碍,但警察还是要求父亲写下保证书,保证不会再心生歹意。 我得救了,只是从此,我被父亲当成了透明人,只能谨小慎微地活着。 可能是因为死里逃生,我从小性格泼辣彪悍,从不认人欺负,这一点与柔弱的母亲完全不像。 只要谁敢说我坏话,我会立刻冲上前去,用泥巴塞进对方的嘴里。 渐渐地我已经可以保护母亲了,父亲的贬单会被我劈头抢下来。 再狠狠往地上一砸,你这是忤逆当爹的,你要遭报应。 你打老婆,重男轻女还摆架子,你才应该下地狱。 我横眉冷队丝毫不让,父亲居然蹲在地上哭了,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 我以为他屈服了,接受了自己不能再在家里作威作福的日子,可是我低估了他的无耻程度。 这是我的家,我想和谁睡就和谁睡,你们管不着。 那天放学回家,母亲哭哭啼啼要上吊,问清楚后才知道,父亲把村里的寡妇带回家来鬼混,被堵在被窝里。 寡妇有个儿子,兴许是看着父亲能养活两母子来打秋风的,我爹那个傻瓜,居然照单全收。 你连儿子都生不出来,我要跟你离婚,滚,带着你那个赔钱货滚出我家,母亲哭得撕心裂肺。 我则冷冷地看着这个我叫他爸爸的男人咬着牙做出决定,我们可以走,但你要记得,是你赶我们走的,以后生养死葬,可别来求我。 我转头收拾简单的行李,带着母亲离了婚,离开了家,我和老师商量后,把她安置在学校宿舍。 那一年,我高三,马上就要高考了,作为重点大学种子选手,学校爽快地答应让她借助。 转眼我上了大学,本来想带着母亲一起去,我们俩同时打工,应该能攒够学费和生活费。 然而故土难离,母亲坚持在老家的县里找个工作养活自己,我也只好同意。 在之后的日子里,我们俩聚少离多,好在最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。 大学毕业后,我找了个不错的工作,租了房子,准备把母亲接到我所在的城市。 然而,母亲再一次拒绝了。 她说自己不肯拖累我此外,还有一个其他原因。 我,我找了个男朋友,他对我挺好的。 我们想结婚。 什么?你有男朋友了?是谁?叫什么名字?有工作吗?你们怎么认识的? 我喜忧参半,一连串地询问着情况,可母亲对此讳莫如深,不知是害羞还是什么原因,她始终回避。 总之一句话,只要她对你好,我这个当女儿的没什么意见。 听说母亲和男友已经同居了,我强迫自己放宽心,母亲前半生太苦,兴许晚年,她能找到自己的幸福。 然而,事情渐渐不对务起来,母亲自从找了新男友,每个月都向我要钱,不是要买家具,就是要买首饰。 她以前从来不会这样的,打工虽然赚得不多,但是在我大学期间,偶尔她还能接济我一下,怎么现在? 莫不是母亲被人骗了?我放心不下,打算去突然袭击,探望母亲和我那个继父。 我没告诉任何人,回到小县城,找到母亲打工的那家招待所,然而老板说,她已经辞职四个月了。 辞职了?我又找到她租住的地方,敲了半天门,终于,里面有了动静。 谁呀?闺女,你咋来了?母亲又惊又喜,拉着我的手转了几圈,我也热烈地拥抱她,然而,我很快看出了不对。 妈,你怎么胖了那么多,肚子都鼓起来了?母亲整个人圆润饱满,但是脸上却没什么肉,显得气色很差的样子。 这不是胖,妈肚子里的,是你未来的弟弟。母亲抚摸着肚子,四十九岁已经爬上皱纹的脸上,满是幸福。 什么?哪里来的弟弟?难道是继父他?我的震惊难以言喻。 然而下一秒,继父从屋内走了出来,看着那张面孔,我更是直接傻眼了,怎么会是他? 闺女来了,快无礼做,你看,你来就来呗,还带礼物,下次不用了,有空多打钱就行。 我眼睁睁看着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向我走来,一个猝不及防,她拉住了我的手,让我进屋。 我像见鬼了一样甩开她的手,疑惑地看向母亲,用眼神询问,这就是你说的新男友。 闺女啊,都说夫妻是原配好,父母是原装的亲,你亲爹找我复婚,我也就同意了。 你什么意思?小时候要弄死我,殴打了我们那么多年,这些事情你那么快就忘了。 眼前的继父居然就是我那把我们赶出门的亲爹,他怎么又回来了? 最重要的是,他为什么会弄大我母亲的肚子? 我对这一切充满了疑惑。 恨不得把母亲快点拉走远离这个像魔鬼一样的男人。 你这是什么意思? 没错,以前我对你们母女俩不好,我承认,可现在我改好了呀,还和你妈有了二胎呢? 好一个二胎? 我恶心地说不出话,只是狠狠地瞪着这个无耻的男人。 改好了? 我看你是人老没人要,被那寡妇蹬了,又想回来找好拿捏的前妻吧。 我的话彻底激怒了父亲,他举起手,可却没敢打下来,他知道我的狠。 你走不走,要是不走的话,就在这里待着,和这个家暴男生儿子吧,你是不是幻想生下来,他就能对你好? 我对母亲失望至极,他真的太愚蠢了,人生活到快五十岁,还在上同一个人的党。 看着母亲哀求的眼神,我转身就走,我知道不彻彻底底摔一次,他不会疼。 回家后,我电话拉黑,不想再和母亲联系,至于那个男人,更是这辈子都不愿见到。 日子风平浪静,我就当自己是孤儿,一边努力赚钱,一边想要忘了以往的种种不堪。 半年后,一个陌生电话打来,你好,你母亲被人发现晕倒在出租屋里,你方便来看一下吗? 怎么回事? 在确认母亲身边没有任何人后,我火速赶到县城医院,只见母亲脸色苍白,几乎只剩一口气。 我流产了,年纪大身体不好,要他照顾的时候,他又跑了。 闺女,你说妈的命怎么就那么苦啊? 母亲嚎啕大哭,而我则恨铁不成钢,不愿多说什么,这个男人的真面目,难道他真的这次才看清? 后来在我的照顾下,母亲渐渐痊愈,他说,父亲把那寡妇的儿子养大成人,眼看没有利用价值了。 他就被打了出来,然后他哭着找到母亲,跪地求原谅,母亲心软,也就同意了,后来还怀上了孩子。 父亲指使他向我要钱,整天躺在床上荡大夜,幻想着生下儿子,让女儿抚养,他坐享其成。 殊不知我不吃这套,孩子也掉了,他立刻火冒三丈,也不顾正在做小月子的母亲,就这么一溜烟跑了。 看着再次死里逃生的母亲,不知道这次她是否有了足够的教训,吃一欠掌一掷。 人生那么多波折,在同一个人身上多次吃亏,只能说是蠢,希望女人们都能擦亮眼睛,不要再走进渣男的圈套。 小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